视频前呢,各位同学们,你们好,Bonjour!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论是第31课。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美丽的话题,叫做L'amour,爱情。 OK,好,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My première histoire d'amour。 好,怎么翻译呢?我的初恋故事。 好,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对课文充满了各种期待呢? 那么今天的课文里面呢,涉及到的是四位主人公,分别讲述自己的初恋故事。 好,我们学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也可以用法语讲一下,回忆一下自己的初恋呢? 好,My première,我的第一个histoire d'amour,就是爱情故事。 My première histoire d'amour。 OK,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语法点。 今天我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这样两个语法点。 第一个呢,是如何在时间中定位。 实际上也就是用来表示时间的一些小介词。 好,这个介词呢,在中文当中没有那么强调, 所以到了法语里面,你需要格外特别的去记忆它。 好,第二个呢,是用来如何表示目的。 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如何表示时间吧。 OK,首先,第一个呢,表示时间的时候, 我们来看如何来表示具体的一些时刻点。 那我们中国人会说,在周二,在三点,在2003年, 我们基本上是不太区分这个介词的。 但是,在法语当中,根据你所识的时间点的大小不同, 他所用的介词都不一样哦。 看一下第一句话,叫做 Je me lève à 7 heures du matin。 说,我是早上7点钟起床。 OK,大家会发现,在这个位置呢, 用到了一个小介词,叫做A,对不对? 好,这个A呢,是用来加时刻点的。 也就是,你如果碰到了一个小小的时间, 7点,8点,9点的这样的时间点, 就应该用A来表示,叫 Je me lève à 7 heures du matin。 我们前一节课还讲到了,在中午, 你也可以说,Je me lève à midi, 在午夜,OK,因为是小的时间点, 精确的时间点。 OK,à midi,中午,你也可以, à minuit,表示在凌晨。 那,都可以用R这个介词来表达。 OK,好,下面一个,来看下面一个句子。 aujourd'hui, c'est le cadeau de juillet。 说,今天呢,是7月14号。 OK,是法国的国庆节,对不对? 好,那么在这里呢, 说到法语当中,凡是提到了具体的某一天的日期, 就一定要用le,一定要加一个le。 看到le,你就知道, 哦,后面这个数字其实是表示日期。 OK,aujourd'hui, c'est le cadeau de juillet。 好,下面一个呢,我们要看的是, 加月份的时候,应该用什么呢? 好,刚才看了时间点, 到某一天,再看到某一月。 j'ai rencontré Alice en septembre, 说我呢,遇到Alice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这里用en呢,加的是一个月份。 好,任何的月份前面都要加en, 来表示在哪个月。 那,还有一个小短语也可以表示在哪个月份, 叫做au mois de, au mois de septembre。 OK,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感受一下前面这个小短语的应用。 第一个, répétez。 je me lève à 7h du matin。 deuxième, aujourd'hui, c'est le 14 juillet。 troisième, j'ai rencontré Alice en septembre。 再来一遍, 有 au mois de。 j'ai rencontré Alice au mois de septembre。 OK,好,来,我们搞定。 这是表示具体的时刻。 来,我们再往下来。 OK,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这一句话呢, 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做 plus tard, plus tard表示 稍后过后的意思。 实际上前面呢, 有一个小的时间短语呢, 叫做 cinq ans plus tard, 也就是五年以后的意思。 OK, notre premier bébé est né cinq ans plus tard.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是五年之后出生的。 notre premier bébé est né cinq ans plus tard. 下一个, j'apprends l'anglais 六岁开始的。 j'apprends l'anglais à partir de six ans. OK,注意连读啊, 字的连读, six ans. 好,下面一个句子。 OK,好, 来,我们来先读一下 这两个句子啊。 notre premier bébé est né cinq ans plus tard. deuxième, j'apprends l'anglais à partir de six ans. très bien.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何表示 一段持续的时间。 那我们给了大家呢 有几个介词 可以来表示 持续的时间。 先来看 第一个, 叫做 他在巴黎工作呢 是从二零零年 到二零一零年 这一段时间。 中间呢 有一个小的介词 叫做 的什么什么 啊什么什么 voilà 的 quelque chose 啊 quelque chose 也就是英语当中的 from to 从哪里 到哪里 这个的啊 既可以加时间 也可以加地点。 OK, 那 他在巴黎工作 从2000 到2010。 好, 看第二句。 我工作在 Renault 至2008年。 好, 说 我在雷诺汽车工作。 OK, 雷诺叫做 Renault Renault 汽车公司呢 是法国一个 比较大的 汽车品牌。 它的那个 汽车的品牌的样子呢 就是这样一个 零形的样子啊。 Jé travaillé chez Renault Jusqu'en 2000 一直到 2000。 大家注意 这个 Jusqu'en 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 完整的介词。 我为什么这样说 它是两个介词 的一个缩合。 前面这个介词呢 叫做 Jusqu'en Voilà Jusqu'en Jusqu'en 就是直到的意思。 后面这个介词呢 叫做 en en 用在年份之前 en 2008年 到2008年 年份 前面用en 那么 Jusqu'en 加上 en之后呢 这个 要遇到原因 要省音 所以变成了 Jusqu'en Jusqu'en 2008年 OK 好 我在雷诺汽车工作 一直工作到了 2008年 有同学可能会 稍微奇怪一下 说 雷诺汽车公司 为什么前面 会用到一个介词 叫做 Jusqu'en OK 因为雷诺汽车公司的老板 他的姓 就叫 Herno 我们在那里工作 就好像 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工作 一样了 家族企业了 所以用的是 Jusqu'en 这个词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 Nous sommes restés à Tokyo pendant 10 jours OK 好 看一下这句话 Nous sommes restés à Tokyo 我们在东京 待着 OK 我们在东京 待了10天 好 后面这个 Bendant 表示 在一段时间之内 发生了一件事情 好的 那我们就学会了 这么几个小介词 一个叫 De 从什么到什么 一个叫做 Jusqu'en 叫做 直到哪一年 好 还有一个呢 叫做 Bendant Bendant 表示 在一段时间之内 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这就是表示 持续的 时间的小介词 OK 好 那我们就讲完了 表示时间的这个部分了 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来表示目的 那么在法语当中呢 最常用的表示目的的介词 就是这个小介词了 叫做 Pour 实际上 Pour这个词 也可以等于语当中的 For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Dégu'en 后面可以加名词 比如说 Il travaille pour le plaisir Plaizir 指的是 愉悦 欢快 所以他工作呢 他学习或者工作 是为了开心 哇 这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呢 Ele lutte pour la liberté Lutter 表示战斗的意思 好 他战斗 他斗争 为的是 Liberté 你能够猜到 叫做自由 好 为自由而战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两个句子 我们说完再来一遍 第一个是 Il travaille pour le plaisir 第二个 Ele lutte pour la liberté 好 这两个pour 都是为了 表示目的 好 下面一个再来 pour的后面 不仅可以加名词 还可以加动词原型 因为它是一个借词 借词的后面 都可以加动词原型 大部分的借词 一个比较泛泛的原则 还有极个别的 是特殊的 好 Je vais à Paris pour apprendre le français 我去巴黎 为了学习法语 好 下面一个 Nous travaillons beaucoup pour pour réussir 我们很努力的工作 为了成功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的是 表示目的的pour 既可以加名字 也可以加动词原型 好 那么语法的部分呢 就结束了